Hello 大家好 那我是罗技的Andy 那这个课程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Logic Sync 那Logic Sync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体呢 Logic Sync其实是我们罗技设计出来 来帮助IT提升它的所谓的管理效能的一个软体 那Logic Sync本身它分为所谓的 地端跟云端的两个部分 那云端的部分呢 会透过Logic Sync的Portal 来登陆一个所谓的云端的管理网页 那地端呢会需要可能在我们的电脑上 安装Logic Sync的App的程式 在Windows平台的电脑上面 那如果是ClubOS系统的话呢 我们已经内建了Logic Sync的一个软体在里面 就不需要另外的做安装 好 那透过Logic Sync的软体呢 它可以协助你管理你的会议室 整个解决方案 那这里面就会包含说我们罗技的相关的硬体 会议室硬体 Rollibar,Rollibar Mini,Type Schedule 这些 你可以透过Logic Sync 看到它的系统状态 OK 你可以透过它去设定它的一些相关的 不管是Right Sign 镇头 声音这些东西 那也可以透过它去做什么呢 做远端的一个更新的动作 你可以在尽端透过Sync的App 在尽端直接更新 你可以在远端透过网页的方式 直接做排程的派送的方式都可以 那甚至说Logic Sync 可以帮你做个人端的 所谓的视讯周边 例如Webcam 例如Headset的管理跟监控 这些都是Logic Sync 可以帮助你做到的管理的功能 相对于让IT 在面对这一张大量的所谓的视讯 视讯设备 灰漆设备的时候 能够妥善的管理它 所以对于个人端协作软体的部分 一样的画面很相似 我们刚刚会议室 你看到说设备的使用状况 那个人端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Logic Sync 在你的电脑上 装的是Logitune的软体 好 那这个Logitune的软体 一样可以把你的电脑上面 安装的我们的耳机 麦克风的相关资讯 把它update 到我们的Sync Portal上面过来 所以就可以在Sync Portal上面看到说 那我们今天派发出去的这些个人 视讯周边 最近有没有在使用 那它有没有需要做更新 如果有需要更新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Logic Sync Portal 做一个推送更新的方式 让个人端知道说 这个软体 这个硬体 还有需要做更新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直接的更新 好 那除此之外 Logic Sync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是加值的服务 就是Sync Plus 那这加值服务 基本上它是另外的option 购买的一个费用 好 那你花了Sync Plus 这个费用之后 你可以得到什么呢 可以在Logic Sync Portal上面 我们会记录下来 每间会议室的使用的状态 可以记录下来说 这个会议室几点 几点到几点之间的使用率 有多少人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去使用 那这样可以帮助IT或者管理者 来评估这个所谓的组织 他们对会议室的使用的整个情况 可以有效的掌握 哪些会议室可能需要增加 哪些会议室 哪边的会议室可能可以做缩减 因为用的人比较少 哪边的会议室使用频率比较高 哪些时段比较少人用 那或许可以把这个资讯 公布给同事 让同事在以后在预约会议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去调节会议的使用 那这个是在Sync Plus 这个额外的option上面增加的另外的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那如果说一般客户在如何去安装 或是如何去使用Logic Sync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讲到说有分所谓的个人端 那个人端的部分呢 可能要安装所谓的Sync App 那Sync App就可以让你在你的个人电脑上面 或是说会议室的主机上面去安装 那这个Sync App呢 基本上我们支援的是Windows跟Mac 两种平台都支援 那它也可以搭配企业内的大量部署的功能 例如说你用的是SCCM或者是Intube 或者说你在Mac上面用的是所谓JMF 这样的所谓大量部署功能 也就是说你不用一台一台电脑去安装 透过你这样的大量部署可以把Logic Sync App 直接安装到所有的电脑上面 需要的电脑上面去 好 当你的电脑安装完成之后呢 你第一个看到就是Logic Sync的一个欢迎画面 好 那欢迎画面 接下来呢它就问你说 好 那你在个人电脑端装好了Logic Sync 有没有要注册到我们的Sync Portal来 好 在这个阶段呢 你可以暂时跳过 你可能有些企业说 我不需要用Sync Portal管理 我可能单击管理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设定 那你如果想要把它连到Sync Portal 能够一位来可以从远端来做管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Email Password 或者是用Provision Code 这两种其中一种方式来注册 那稍后一点呢 我们会有这个详细的介绍 好 暂时我们先跳过这个所谓注册到Sync Portal的这个功能 我们就直接进到下一步 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说Logic Sync已经安装起来了 然后安装起来之后 这时候左边呢 都是在我们中文的作业系统底下呢 你看到目前是中文的环境 好 那左边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设备 因为这个房间 这个电脑上面目前没有连接任何的 所谓的视讯会议主机 好 那你可以先看到上方有一个 类似数字这一串的序号 是预设的名声了 所以我们可以进来去做一个编辑 你可以重新把这个房间重新命名 方便未来管理的时候 可以自己很明确 看到房间名称就知道说 这个房间是在什么地方 可以重新变名 然后命完名之后 例如说我把它取名叫做Logic TPR-0101 这样子然后储存完成 那未来呢 这个Logic Sync进来 你会看到这个会议次名称叫做Logic TPR-101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在右边这个经态号点开来 你会看到说它会告诉你说 目前安装这台电脑的资讯 电脑主机的资讯硬体资讯 除外系统资讯 CPU啦记忆体 那这些资料呢 也就会同步的 如果你有跟Logic Sync Portal连接的话 它也都能够同步在Logic Sync Portal上面 看得到这个状况 看得到这个资讯 好 接下来呢 OK我们会议次的软体 Logic Sync的软体装好之后呢 那我们要连接我们所谓的视讯周边嘛 好那假设说我们连接是一个所谓的Rally Rally Plus的一个系统 好那Rally Plus在这边中文系统的部分呢 它会用CC5100这个作为一个代号 好那我们看到你USB讯号连接上来之后呢 它就自己抓到了 那抓到之后呢 你就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当你连接完成之后呢 你看到左边房间下面就有一个清单 CC5100 那你就看到说它也会列出来说 CC5100 Rally Plus 包含一个摄像头 一个扬声器 两个齐线器 加上我们目前有直接两个麦克风 那目前用灯号显示 就代表说目前这些设备都是存在 而且是正常运作当中 所以透过这方式 就很快速看到目前的设备的状况了 好那你一样 假设说我们想要检查一下设备 比较详细的资讯 右边的清单号点开来 就是看到说这个CC5100 Rally Plus 目前的任体版本 以及各个的任体版本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如果说今天呢 未来我们要做一些troubleshooting 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点开这边 得到这边的相关资讯 好 除了得到硬体资讯之外呢 当然我们可以去对它做什么 做一些任体的更新嘛 所以一样在这边点开来 选单点开来 你看到说检查设备的更新 好 如果这个时候设备有新的更新的任体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有可用的任体更新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选择直接更新 好 你可以选择直接更新 或者选择排成更新 好 那我们在本期的情况底下 我们小的时候我就选择直接更新 那如果选择排成更新 就可以定义一个 它主要 具体准备要更新的时间 是在几点几分 自己去定义 好 当它开始更新的时候呢 画面上就出现这个 它目前的更新的 现有版本 以及未来要更新过去的版本 以及它所需要更新的大致的时间 好 那你就放着让它做完更新就可以了 一旦它完成更新之后呢 设备会在中间过程 有几次的重开机的动作 那都不用去理会它 它还自己重开机 那记得当然不要在中间过程 拔掉任何电源 线路也不要要重新的拔出 那维持现状 一直到更新完成 一旦更新完成之后呢 画面上就有一个提示 告诉你说 77-5100已经成功更新了 好 完成设备的更新之后呢 那偶尔我们可能想要调整一下 一些摄像头的设定呢 或是想要测试一下音箱或麦克风呢 所以在左边的选单往下看 就会看到一个像音频 一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选项设定 所以你可以进来测试麦克风跟测试音箱 那也可以进来设定我们的 所谓视讯的一个预览 要不要开启Right side 那Right side是动态的啦 还是所谓通话开始的时候去启动 那如果是今天用的是 可能是像RallyBug 它可能会有Right side 2嘛 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去设定 Right side 2的其他选项 都在这个地方 都会在这个地方 可以去让你做一些设定 好 那完成设备设定之后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那我设备是可以注册 回到Rochit的Sync Portal上面去 我就不用一间房间 一间房间 过来到这房间里面的 电脑去做这些设定 可以哦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房间 连接到我们的Sync的Portal上面去 好 那我刚刚提到过两种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是email跟password 所以前提是 当然我们要在Sync的Portal上面去create这些设备 OK 那create的设备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 留在后面的章节再来说明 假如说已经有这个设备了 所以用email跟password 你只要输入 已经存在那个Sync的Portal上面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了 好 输入完成之后 如果说你今天的Logitech 这个Sync的Portal 你有两个以上 两个以上的组织 你可能会从在不同组织里面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分层管理 OK 如果你同时存在多个组织的时候 它会让你选择 你这个 account 你现在要登进去的是哪一个组织 好 所以一次只能选一个 好的 接着我选择Logitech TW这个组织进去 好 这时候呢 它就告诉你说 你已经连接完成了 所以你的会议室已经注册到 你的LogitechSync的Portal的 这个Logitech TW这个组织底下了 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在你的Sync的Portal上面 看到你这个会议室的存在 那你会看到这个会议室对应的底下的 所谓的CG5千亿的装置 OK 好 那我再看一下另外一种方式注册上来 就是所谓的Provision Code 那所谓的Provision Code就是 我不需要利用账号密码了 我只要一组代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好处是说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的设备的安装 不是自己过去安装的 可是我有厂商过去现场帮我们装 所以这时候我可能不方便给他我们的账号密码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做法 就是给他一个代码就好了 那让他透过这个代码 直接帮我把设备注册上来 就可以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在哪边呢 一样在Sync的Portal上面去create 这个所谓的 那个Provision Code 那后面一样会在Sync的Portal章节 来介绍如何去create 这个Provision Code 那我们说假设我已经create好 一个Provision Code之后呢 所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 输入你的Provision Code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完成 一样按Connected Rune 所以他一样会显示一个画面 跟你讲说Connected 你已经连上会议室了 所以这时候画面上一样回到这个地方 选择连线 已经连线到这个LogicTW 这个会议室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一样这样他就注册上去了 好 那如果今天用的不是Sync App 就是不是在所谓的系统上面安装的Sync 而是ClubOS上面 如果是在ClubOS上面呢 一样在ClubOS上面 你只要如果是一开机 刚安装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看过我们其他课程 在一开始安装的时候 你会就会出现其中一个画面 是问你要不要登录 LogicTWin Poto 所以你一样可以在这个步骤 直接选Sign In 然后一样的步骤 敲入账号密码 一样可以登录 那或者说你一开始安装的时候没有登录 你事后想要登录Sync Poto 那你就回到ClubOS的setting的这个画面 LogicTeksetting的画面 左上角这个Sync Poto选单 有没有 它出现蓝色的符号 代表你目前这台主机 还没有登录Sync Poto 所以它是蓝色的符号 所以你点它进去之后 一样会有一个Connect Connect to Sync Poto 点下去 所以一样会出现什么 一样出现账号密码 或者是用Provision Code 还是一样这两种方式 那这两种方式做完之后 一样我们的LogicTek的这些设备 ClubOS设备 它就能够注册到Sync Poto上面去了 好那刚刚讲很多 所以今天就是说可能单机运出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注册到Sync Poto 但是我今天我有很多台设备的时候 我不可能一台一台都到现场去做处置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网络上 透过一个单一界面 然后直接管理到所有设备 所以这时候就会利用到我们的LogicTek Sync Poto 好那Sync Poto一开始客户可能还没有 你们还没有注册的时候 可以先到我们的所谓的Sync.LogicTek.com 这个网址打开来 进来之后第一次因为你还没有注册 所以请各位先在这边选择一个注册Sign Up 注册一个新的账号起来 当你注册完成之后 你先选择完注册注册都够选 然后他会发一封email确认信到你刚刚申请的一个email account里面去 好这时候当你完成这些步骤之后 你就可以重新回到LogicTek Sync Poto 然后输入你注册完成的账号密码 那当然第一个建立的人 他就是我们所谓预设的所谓管理者的部分 我们所谓预设管理者的部分 好你有了管理者账号密码之后 就可以登录我们的Sync Poto里面来了 好那登录进来之后 假设你已经有注册了很多个设备 假设这是一个模拟画面 当我有注册很多设备的时候 我们因为设备可能在不同的实体区域 有些设备在台北 又在台中 又在高雄 甚至有些在中国大陆 上海 广州深圳 甚至在美国工厂 这些地方都有存在 所以你可能想要把它分类起来 方便你做管理 所以这边左边你就会看到说 一进来inventory这边 你会看到它一个群组的概念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分组方式 来设计这个群组 OK 那你去设计群组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群组有哪些 有多少设备 有多少房间 好那如果想要增加群组的时候 你就直接在名称这边 右上角这边 all group这边按一个选项 然后有一个add subgroup 所以就可以增加一个次的群组 所以在all group底下 你可以自己分 增加你自己要增加群组 你就可以新增一个群组出来 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新增一个房间 例如说像我们刚刚有一个情境 我今天要新增一个房间 我想要OK 像我刚刚用publishing code 然后想要让它直接新增进来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可以在右边 这边有一个add room OK 我选单选这个add room之后 他会问你说 我有三种方式去新增房间 那前两种方式 一个是pchost 一个是appliance 那这个第一种方式 pchost就是我们刚刚的sync app 那你输入账号密码之后 他就会直接把房间注册上来 第二种是appliance mode 就是clubOS概念 那clubOS一样 一用账号密码 他就会把这个名称注册上来 第三种才是我们要讲到的pervision code pervision code就是 你先新增一个叫做empty room 空的房间起来 所以这房间里面 其实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设备 好你选择empty room 这时候你可能同时有多间房间要创建 因为可能叫厂商一直装了三个房间 OK那你就把每一间房间 它的名称 它预计会有几个座位 先把它输入进来 不够的时候 下方就继续选择add another room 然后都完成之后 按一下create 好你都做好之后 你就会在你的房间的清单 room的清单里面会出现两间 出现在unassign底下 然后你发现说 他目前的这个房间的资讯是 没有device的 没有device连接的 好那下一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要去产生这个房间的pervision code 所以你只要点这个房间名称进来 点选房间名称进来之后呢 因为它是空的房间 所以它预设会在这边给你 它的这个房间要用的pervision code 所以我们只要把刚刚这个pervision code 给我们在现场执行的人员 请大家回到刚刚我们在Sync注册的地方 输入这一组pervision code 完成之后呢 房间就会注册上来了 一旦房间被注册上来之后呢 你在房间的资讯里面呢 第一件事情就会看到说 这个房间的硬体的 一个最近的一个动态 比如说房间设备什么时候注册上来了 房间设备什么时候失去连线 可能网络断线了 或是麦克风掉了 等等相关资讯 你会在这边看到room的activity 你可以在房间资讯这边看得到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 房间里面每一个设备 假设我上方设备有rally system 目前它里面的镜头麦克风相关的资讯 好像我们刚刚在Sync App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没有错 它就从那边把这些资讯拿过来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你一样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所谓更新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在Sync Portal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那接下来用比较实际的画面来展示给各位看一下 Sync Portal这些功能有哪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今天房间里面呢 我看到刚刚我说很多房间嘛 所以你可以在一开始的inventory进来 看到每个房间的资讯 每个房间的状态 好 那如果说这时候 我看到说 这房间它告诉我说 最近有新的任体可以更新 它会出现一个update available 所以这时候点进来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个什么呢 远端的任体更新 你点进来之后呢 一样选择update 你就可以做什么 一样我们刚刚看到的 一样可以做一个及时的派送 或者是排成的派送 或者排成的派送 OK 那这时候你要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的情况是灰色的 但是这个是管理者权限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短理者设定上设成说 你这些人可能是对设备师 是只有所谓的盐控的权限 你没有管理或设定的权限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去点选这些选项 这时候后面有介绍 人员的时候 要跟各位做个进一步的介绍 所以设备进来 你看它有更新需求呢 就可以这样子 帮它安排一个设备的更新 它如果有异常 这边就出现红色寝室的符号 好 OK 这是所谓的在Roon的这个地方 那我反过来可以用一个所谓的device角度 单纯要看什么设备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房间的搜寻啊 设备名称搜寻啊 或是状态搜寻 我单纯只想看 需要更新的哪些房间 所以在这边这个清单 就很快速可以去做一个使用的部分 那你可以呢 回到所谓的最上班的Roon的dashboard这边 那Roon的dashboard这边呢 它是一个比较说 overall的一个概念 可以让你看到说 目前全公司有多少间房间 有13个房间 14个设备 目前我选的是UK这个环境 UK伦敦的环境 不是全公司133间 我选的是伦敦13间 那92%的所谓的正常状态 比如说只有一间房间 目前是有issue的 OK 那你就看到其他相关资讯 目前的设备有哪些 哪些需要更新 它的所谓的issue的状态 发生在什么时候 OK 在这个仪标板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相关资讯 可以透过群组的方式 可以透过全部的方式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资料 好 那可以进一步下来看一下 我刚刚说有提到issue 所以可能某些房间 在某些时段 有一些状态发生 你会看到说 在今天这些房间 Cocklerous的这房间 它的meat up 可能有issue 所以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它发生什么状况 OK 看一下 Problem may be detect meat Problem may detect 然后我们去看看 是不是可以怎么去做修复 或者请现场的人去看一下 是不是电源坏了 好 所以这部分 你就可以透过issue这边去看到 它设备什么时候 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状态 那如果issue已经修复了 变成绿灯了 它就不会在这边出现了 但是呢 它在我们的activity里面 还是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资讯 好 那如果你需要这个issue 被及时的通知 被及时的通知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你的客户就需要 额外增购Sync Plus的license 或者是slate的license 它们才会包含了 所谓的耳热通知 告警的这个部分 然后它能及时 在某个房间的某个server有异常 它能够做email的推送 发送 或者是跟service外 去做一个整合都可以 那再来你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insign的部分 那insign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可以看到整个各个房间 在不同时段 它的使用的分布情况 那座位使用率 因为我们刚刚有定义 假如我定义这房间 是八个人的房间 然后呢 你是不是常常都坐满的 还是你座位 八个人的房间 可能常常只坐两个人 所以透过这个 所谓seed usage 可以去看到 房间的使用的内容 更详细的资讯 不是说 只是说有用或没用 我还想要知道说 大概有多少人在这边用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insign的资讯 你可以得到相关的情况 甚至可以点开来 去看到更详细的资料 都可以 你看到这个 各个房间的使用率 所以透过这个insign 我可以记录下来 它各个房间在不同时段 你可以知道哪边是这个房间 使用的高峰 高峰时间 然后它大概有多少人 哪一天在哪个时段 所以这些都能够在我们的insign 这里面得到这个相关资讯 好 那我刚刚还有另外提到 我其实不是只有管灰色的设备 包含个人装置的部分 也都能够管理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 个人的电脑上面都有Drawn Intune 而且有注册到新的Porto上面来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说 那公司我们今天有多少台电脑注册上来 有180台电脑注册上来 那目前有400多个设备 400多个人发出去的视讯设备 视讯相关周边设备 有镜头 有所谓的耳机 Headset 这样相关设备 甚至有都去Duck 那这个上面 我注册4个 那出现0 表示什么呢 那表示可能说 在注册 他后来都没有再用 那这时候表示说 可能我们发出去设备 他没有使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个review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人他比较少在用 是不是要把它移交给其他人去做使用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些review 那当然也包含说 个人的设备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这个device 他可能有些新的版本更新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有一个出现 所以我们说 他有需要更新 我一样可以推送 叫他去做更新 然后他有没有更新 可以在这边去做 最后做一个review 那有可能我们推送了 因为他电脑还没开机 或是他没有时间更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所以是update pending 就等待他做更新 这些相关资讯 都可以在这上面 做到一些monitor的部分 好 那我如何 假设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那我如何让每个电脑 都能够去安装intube 然后能够注射到新的portal 那这次就牵扯到说 我们要setting里面 我们要建立一个所谓的 公司用的所谓安装包 所以在setting这边 点开来最上方的 所谓的bank的provision 你可以在那边往下找 你会找到一个personal device OK 通过这边呢 我们可以去产生 一个安装包 抱歉 我切到另外一个画面 给各位看一下 可以产生贵公司 自己要用的安装包 你会选择generate 你可以说这个安装包的 有效期是多久 可能是一周内要用完 然后只限制给几个人去安装 OK 按下generate之后呢 就会产生出一组安装包下来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download 所以download下来 这次安装成是 否你们公司使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发给公司同事 请他安装 这时候他也不用去输入 所谓的新的portal账号密码了 因为这安装包内 已经包含进去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直接 安装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们的新的portal来了 好 那要最后新的portal 这边你看到说 我们有一个管理者 给权限可以设定 所以在这边呢 可以设定一般的管理者 或者说你给他email 然后他跟说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只能read only 或是你的协力厂 你是我的协力厂商 你只负责安装 好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管理通过不同账号的权限 进来到新的portal 它的权限是什么 好 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作用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针对LogicSync的一个课程的介绍 好 谢谢大家参与